动作太多次 太过于频繁 那再来呢 它已经开始给你一些讯号了 身体上是一个 借由这些讯号 痛觉 酸痛的感觉 然后回馈到你大脑 叫你不要再做这些事情 但是一般人因为工作的关系 我们称为它被制约了 所以它不得不做 但是在这个状况它容易在酸痛起来 所以要避免这样来做 其实就是说我们身体 如果有酸痛的现象发生的时候 就是告诉我们这个知识 可能不适合了 我们需要动一动 改回了 换一下知识是吗 所以不要一味的忍耐 是 不能用忍耐来代替成痛 这个绝对不要这样来做 再来呢 你缩短你施力的长度 比如说我们颁重的时候 你一定要把重的东西要靠近身体 这个是根据力学的观念 这个力弊乘以力量等于力矩 那个力矩拉变大了 力弊拉长力矩变大 你比较费力就比较容易受伤 就比较容易酸痛 所以这一点也要非常注意一下 那日常生活中 我们常常遇到很多事情都是这样 包括我们自己在做推拿的时候 你都不能揽于动脚 而直动手 弄自己的腰弯腰太久 这个都是会造成酸痛的很重要的原因 那再来呢 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就是 利用人体工学的方面的想法 我举个最简单 大家平常每天都遇到的问题 比如说坐椅子来讲 我们尽量要把椅子 屁股往椅子的这个椅背的方向靠 尽量坐深一点 然后要把背要顶直 利用骨头的这个力量去支撑身体 不要靠肌肉去支撑 一弯下压来只是肌肉在拉紧 这样就不好了 那还有呢 我们在用电脑的时候 要把手放在大腿这个高度就好 那我们不放在大腿的话 放在桌上 或是把滑鼠放在桌上的时候 这个手一抬起来 这个全部的肌肉 肩颈的肌肉都在用力 重复这样用力 当然就容易酸痛了 所以这个就是最简单的人体工学的想法 那您这么说 键盘要放在腿上比较好吗 当然是这个高度是最适合的 腿上的高度不要太高 因为这样子我们肌肉是最放松的 你看我们只要把手 我们平常坐下来一定会把手放在大腿上面 这是我们人一个趋异的一个想法 就是把最省力的方法 你会最直接最自然的就去做到 所以你在用电脑 其实我们在操作滑鼠跟键盘 只要用手指头的力量 不必要用到肩膀 用到手的力量 甚至用到脖子上面的力量 所以尽量要把这个键盘跟滑鼠放在大腿附近的高度最好 是 好 那这样子的话就可以避免我们长期保持一个姿势 打电脑所造成的一些肩膀的酸痛 是吗 是 还有呢 适当的要做一些运动 那个运动大概就是说 平常我们就趋机在用力 我们就趋机在用力 那我们要用一些生肌来把它平衡掉 让它做一个节抗的动作 那这个肌肉的收缩跟舒展 它达到平衡的时候就比较省力 就比较不会容易疲劳 再来呢 要做一些其他的运动 比如说包括最好的运动就是走路 让全身的肌肉都训练到 而且走路的时候 我们核心的肌群 利用的是最多的地方 因为身体要站着 腰要用力 整个肺要用力 整个核心肌群要用力 只有这样的锻炼 你可以减少很多的酸痛 所以走路是最好的训练我们肌肉的一个方法 是吗 对 是今天非常谢谢陈医师来到节目中 跟观众朋友分享了这么多 中医对于酸痛的治疗 以及预防的一些方法 也谢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